情人節了對不對 那情人節這個節我倒是非常非常的好奇 這個對於對於這個楚河來說 如果你要來挑選情人節的禮物的話 你通常都會怎麼樣挑選 比如說你之前有說啊 你那個就是想要送給女生朋友的話 就會去挑選她喜歡的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要挑選情人節 尤其像是如果我們來到政經店的話 你通常都會選 我不知道你會選戒指還是會選耳環 還是會選什麼樣的商品 因為我不是一個人喜歡 我先問你是一個浪漫的人嗎 應該吧 應該 那你有沒有想過你有做過什麼浪漫的事情 有啊 剛剛講啊 送政經店的戒指 真的 浪漫指數百分 如果我收 你說你收到會融化 會嗎 你們會融化嗎 你不要問她 我跟她很熟了 她每天那個鰻魚都在採訪我 她跟她很熟 你不然她不准 她說我完全那個 麻木了 你會融化嗎 會 夠浪漫嗎 蛤 什麼 蛤 什麼 會 有啦 有這邊有一個 有我老公有送我啦 很浪漫的行為 那可是呢 我們大家都非常好奇 大家都那麼喜歡你 我們就很好奇啊 楚河到底喜歡 什麼樣子的女生 或者是你期待另外一半 有什麼 就是跟對方發展什麼樣子的練習 還 我們很好奇 想要了解你多一點 你現在不用回答我 我直接從心理測驗 來窺探你的內心 好不好 好 可以嗎 OK 她應該覺得這主持人瘋了 幹嘛一直瞄棄我 好 我們直接來做心理測驗好了 好不好 好 來 來看看 你期待 什麼樣的另外一半 然後呢 在期待戀愛的遜遠遠 當然就是大家 非常的天馬行空的想像 未來的另外一半是怎麼樣子 結果搞不好 最後你選的那個另外一半 可能是超乎你的想像喔 所以今天如果你打算告白的話 楚河會選哪一樣珠寶 來表達你的心意呢 那現場女生比較多啊對不對 所以女生就是 如果今天楚河要送給你珠寶 你要收 期待收到的是哪一樣的這個珠寶款式 我覺得是這樣 嗯 這四個感覺不同 是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 你感覺怎麼樣 應該是一種 初戀的感覺 喔 因為一般人不太會去送 紙盒嘛 就可能你要搭配一些東西 比如說 呃 情書 對對對 比如說 比如說你可能就真的要摺一個紙盒 然後再把這個戒指 放到那個紙盒 欸你好浪漫欸 真的欸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不是 好嗎 我們